14号上午12点整,由金武体育馆和河南少林武术馆在卡城华人文化中心门前举行的大型狮龙共舞,古越龙藤克新岁的虎年庆祝活动吸引了大量来客,来自阿尔波塔省的三级政府官员出席了开幕仪式。 在鞭炮和喧嚣的锣鼓声中,龙身游走飞动,狮子表现出扑、跃、翻、滚、跳跃、擦羊等各种动作,最后向在场观众抛出糖果,使节日气氛达到高潮。 文化中心内舞台上的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和太极剑术表演,中国传统舞蹈、鼓针、笛子、魔术,还有书法艺术家表演中国书法等精彩节目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节目的最后,财神向每一位来客赠送了新年红包。 文化中心内还设置了各种琳琅满目的中国传统工艺品摊位,抽奖游戏、书画展览和各式美食等。 卡城文化中心每年的新年庆祝活动都会吸引大约2万多来客。 新唐人记者肖峰、兰奇、卡尔加里报道。